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各位愛好閱讀的好夥伴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不只是愛好閱讀而易 我們還要想方設法跟李老師學習 怎麼樣把日子過得更好 怎麼樣讓我們的生活活得更好 那這位今天善待了你的細胞了嗎 OK 沒有關係 但是從你的笑聲來看 其實你們已經在做善待細胞的動作了 因為我們李老師的書上就提到了 如果大笑的話是讓你的細胞 運動到像這個慢跑 還有這個做 還有像跳舞的這樣的一個層次的運動 那偽一笑的話是讓各位的細胞 也能夠像做人家一樣的運動 所以各位其實今天也是善待了細胞了 那今天要幫我們主持這個 與作者有約的這位講座呢 各位也不陌生 他現在雖然你不再公職了 在任職於世新 藝人還有慈濟大學 但是之前的一個職務 叫做國家 也是同樣是國家級的 國家國外學院都要拼任這個國家級的 國家圖書館的館長 我們敬愛的顧館長 那同時呢 他也是我們大愛電臺的 心靈講座的主持人 所以今天的主持人 不是他還有誰呢 是不是 我們來個掌聲了 歡迎大家非常歡迎 我們來做個掌聲 幫我們主持今天的與作者有約 那這位作者呢 相信各位 也是恩雄能詳 如雷萬耳 因為我們的李峰李醫師啊 之前是我們台大醫院的 細胞病科的主治醫師 也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專業 所以他在這個身體 有一些這個警訓的時候 他就做出最這個睿智的一個抉擇 就來這個現身說吧 怎麼樣善待細胞 讓我們大家都一個 活得更好 OK 好 那今天呢 他已經成為一位專職作家 那截至目前為止呢 已經出版了十九本的 這個與健康有關的書籍 那這一本善待細胞 可以活得更好 是我們李峰李老師的 第十九本專書 也是截至目前為止 是不是銷售量最高的 三萬本 是不是掌聲 再來 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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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信今天是大家是都是 懷著非常雀躍的心 要來跟李老師 跟我們顧館長來學習 怎麼樣能夠善待細胞 可以活得更好 所以我就趕快把主持棒 交給我們的顧館長 來邀請顧館長 謝謝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善待細胞 可以使自己活得更好 我想事實上 我們每個人 我們在古書上也都說 上天有好生之德 那這個德呢 就是要年年不斷地生存下去 而且要很好地生存下去 這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精髓 那麼我們今天的主講者李峰老師 他是讓我們既羨慕 然後呢又感動 然後又可以說 可以很迫不及待要追尋他 如何能夠讓自己活得快快樂樂 這個長長久久 我想首先呢我想我就要來請我們 這個李老師跟我們開示一下 就是說這本書的這個書名的由來 善待細胞 我們知道細胞是一個非常非常這個 我們耳熟能詳的名稱 可是我們每個人到底了解多少 可能要請李老師來跟我們先簡單的來開示一下 然後呢從細胞的這個細微的角度 切入到我們的生活裡面去 那麼李峰老師請 先講一講細胞好嗎 聽說我們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你說有60兆細胞對不對 我也沒記住 所以這個數字就把我嚇到了 各位我們每個人身上有60個細胞 我們要把60兆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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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是我們的負擔呢 還是做為是我們的這個 生成的分數呢 你要給你打個比方 我們是60兆細胞的老闆 是 喔老闆你看 我們都是60兆的老闆 對 沒有60兆的員工 而且這些員工啊 是非常忠心的 有的時候也會打比打蛋 比如說生病 生病是你虐待它 喔喔喔喔喔喔喔 還是老闆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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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知道癌細胞 它是外外區區 它沒有氧氣 它只好去吸二氧化碳 所以生病是咎由自取 那假如能這樣子的話 你絕對會善待你的細胞 你沒有好好的在做老闆 而且員工不一定聽話 不是打工不一定聽話 細胞很聽話 你要它做 它不會變 跑到右邊去 所以 我們假如我們知道 那個細胞的作用 知道他是這樣的話 你善待他 那我打個比方 我常常看癌症病人 然後我常跟癌症病人 提三個條件 我說第一件 十點睡覺可以嗎 打個晚上 不是早上嗎 晚上 他說假如我沒得癌症的話 絕對不可以 因為十點鐘症是我正想在做很多事的時候 不可能十點睡覺 可是現在得癌症可以了 我說吃素 假如我沒得癌症 絕對不可能 因為我那麼愛吃這麼多的東西 現在得癌症可以了 然後每天做兩個小時的運動 假如我沒得癌症 絕對不可能 因為太多別的事情要安排了 可是現在得了癌症可以了 那是當然那是說 是對自己細胞的一種懺悔 然後對於自己細胞的一種的自欠 然後對於自己細胞的一種補償 所以變成這樣一個狀況 那我們如果講一個長胎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不是說 這個離癌 對一般人來講 那是一個很可怕 很請瞻 也是一個 所以就變乖了 對 但是如果我們 導過來講 我們不要等到那種狀況的時候 怎麼樣 先早一點 善待我們的員工 六四兆員工 好嗎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因為等到你得到癌症 你真的是很乖 很守規矩 有時候也來不及了 是的 所以是不是事先就做一些了 事先就善待一點細胞 這個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因為我十年前是寫 我賺了三十年 然後這本是大概去年前寫的 我寫我賺了三十年 這本書的時候 我已經有把握我的癌症 不會再發 可是這本書有一個遺憾 現在也賣三萬多本了 這本 然後我寫的時候 把它當成小說寫 然後我是第一人稱 然後我把我自己的 因為前面的十七本書 我寫都是用醫生寫給病人的態度寫 寫到這一本的時候 我就發覺假如是病人 他要好起來第一件事 他必須自我反省 承認是我虐待我的細胞 承認是舊有自取的 一定要從自己心改起 不過我要插一個話 事實上我們理工大夫 他罹患癌症的時候 並不能說是自有自取 因為那個時候他剛好在美國 進修念病學 在研究所進修的時候 突然有一次檢查的時候 覺得說 罹患癌症 那當然對他來講是晴天霹靂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打擊 從那個時候才開始一再一再的這樣 但是他是從一個病理的角度 所以他剛剛說那本書 十年前寫了說 賺了三十年 就是指他說 他第一次發現離癌的時候 有三十年 現在已經是四十年了 所以我們再請李老師再繼續 我幫你的白女王少爺再講一下 當時也是壓力很大 那當然 讀書當然是壓力很大 而且念學位的時候 壓力很大 那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發覺 假如癌症病人要好起來 一定要自我反省 可是自我反省要有力量 那個力量最好是感動他 最好能把他感動他 喔 那個老胎婆可以做到這樣 那我的條件比他好 應該可以 那有那個希望 所以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改了一個方法 我把我自己放到病人的角度寫 所以這本好像小說一樣 那就有病人打電話給我 昨天晚上聽你演講 從頭笑到尾 可是我轉了三十年 拿回去看 從頭哭到尾 哭到天亮看完 我好 每週天晚上都沒睡覺 他太感動了 一個故事接一個故事 那這本書感動人 那這本書也給很多病人希望 所以一直都傳來傳去 這十年來沒有聽過 可是呢有一個遺憾 這本書可以當小說看 可是有一個遺憾很多人抓 是寫給癌症病人看喔 我不少癌症病人要看 我想那是錯了 那是一個天大的誤解 是 因為等到你要在這個 離患癌症或有癌症的徵兆的時候 那就比較辛苦了 那可不一定要出辛苦的路開始走呢 可是他沒時間啊 所以就不要看啊 沒有時間 那就是有沒有時間 就是看你 對於這件事情 認為重要不重要 如果今天你這個總統要召見你 或美國總統要見你的時候 我看你一定有時間 就表示你認為他重要 那同樣的 你能夠把自己的健康 把自己的生命 當作不重要嗎 那就是太忽視了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我寫這一本的時候 我就把癌症的框框打破了 那是 所以這本書呢 我在寫的時候 編輯群來找我 他說 你給我寫老人問題 哇 我有那麼老了嗎 那我說好啊 好啊 那我就開始寫 寫了四個題目 一個題目是 到老的時候 第一個條件 身體要健康 第二個條件 心理要健康 是的 第三個條件 他把自己弄得有用 因為沒有用 你就天天在睡懶覺 就老了 就生病了 第四個條件是 要臉中無障礙 就是生老死 不要生老病死 這樣才過得好 然後寫完了以後 我說 這本書大概從二十歲的 也看到八十歲 結果一個朋友跟我說 哼 我的八歲女兒搶書看 哈哈哈哈 她太先進了 她太先進了 所以這本書就 就讀者群寬了很多 然後 所以這本書現在變成長小數 三萬多本 有沒有解決你的問題 大部分的答案都有 但是您剛剛說老人 事實上老人 有很多種不同的定義 曾經有人說 如果因為您是學病理 我在那面前是 百分之一百的八名 弄母可以說 有人說呢 因為人的成長 比如說 男生來講 大概到了二十五歲 就不會再成長 因為就發育 女生的話 大概還要早一點 二十三歲 就不能不成長 那不成長代表的 另外一個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要從飽和的狀態 開始逐步逐步的往下 走下坡的上去 也許這個說法 不一定完全正確 所以有人說 事實上 三十五歲開始 就是 步入所謂的 中老年人 所謂中老年人 也就是說 我們老化的開始 如果不 不善加注意的話 三十五歲開始 就可能老化了 所以我非常說 那位小妹妹說 是很先進的 因為她八歲 開始研究自己的細胞了 那